哈喽 今天是2024年9月30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美股听见说 大家好 我是fx6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国股市的周一小幅收高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将来呢不会激进的降息 这使市场的下调了对美联储总体降息幅度的压注 不过呢美股市场在9月和第三季度依然收涨 尤其是9月份的低开高走 还是重新的给市场注入了信心 个股方面呢今天想和大家来看的是嘉年华邮轮CCL 正好呢他们发布了最新的财报 我们也有段时间呢没看邮轮板块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刚刚获得的季节性利好 能否有效的帮助CCL这类邮轮股呢真正的走出低迷的困境 先看财报 作为全球最大的邮轮运营商 嘉年华第三季度的收入是超过了预期 达到79亿美元的创纪录高位 而毛利率同比增长了19% 帮助他们的每股盈利达到了1.27美元 超过了预期的1.16美元 那考虑到这份财报是截止8月31日的三个月的业绩表现 正好呢就是包含了暑假的出行高峰 因此呢体现出了很好的季节性因素的提振 也在过去一个月超过了10%的涨幅中呢被市场所提前消化了 不过对于邮轮公司来说 债务和盈利依然是市场最为关注的两大要素 先说引力能力吧 更好的行程安排 下降的运费 港口劳动力和燃料成本 以及优化的燃料使用的技术 帮助嘉年华呢在第三季度是提高了利润率 而更多的直接销售 也帮助嘉年华节省了中介的佣金成本 因此呢也继续保持着扭亏为盈的状态 净利润同比大增60%至17亿美元 同时呢也看到了邮轮需求的保持旺盛 特别是新增需求的强劲表现 这是因为啊当前的环境下 有数据显示 邮轮出行方式呢比酒店出行方式大约会便宜35%至40% 这就导致今年嘉年华是接待了超过250万名首次搭乘邮轮的乘客 尤其是第三季度的首次搭乘邮轮的乘客数量呢 同比大增了170% 也就难怪嘉年华这次呢会上调了2024财年全年的盈利预期 但由于维修天数的增加和广告支出的增加 嘉年华预计啊接下来的这一季度 不包含燃料的调整后的邮轮成本呢将增加大约8% 这令他们将第四季度的每股盈利目标是定在了0.05美元 明显要低于市场预期的0.07美元 这再度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担心夏季这种强劲表现的难以为继 而考虑到目前CCL嘉年华的股价依然是位于低位区间 如果没有业绩数字的持续支撑 尤其是盈利能力的支撑 即便收入再高也是无法帮助股价持续回升的 从而呢去修复近年来的估值损失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就还是债务问题 虽然说嘉年华呢一直在减轻债务负担 但最新的财报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流动比率Current Ratio呢依然只有0.28 而Quick Ratio呢也只有0.25 债务股本比呢依然是接近4.5倍 这些都反映出债务负担依然较大 虽然说美联储呢确实已经开启了降息周期 但距离利率水平真正的显著降低呢 还有一段路要走 因此呢短时间内嘉年华这类邮轮公司的债务评级 依然是只能停留在投机级别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垃圾级 那考虑到刚刚提到的较低的流动比率 债务融资成本的高企以及渠道的受限 可能依然会引发股权融资的再度出现 这会给期待复苏的现有股东呢带来压力 结合最新财报对于第四财季的盈利疲软预期 就会令人担忧 在嘉年华摆脱高债务的困境之前 一旦需求放缓 盈利无法提供持续支持的话 那嘉年华的复苏道路就会比较的漫长 所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想要看到嘉年华股价走出持续的涨势 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合理股价方面 由于这次的业绩表现强劲 合理股价可以从之前的15美元上调到20美元附近 但技术面上现在依然是位于一个回落的趋势中 如果短期内守不住18.30这个位置 可能会重新构筑一个日线图的顶背离 那股价就可能会深度的回调到16美元附近 这是投资者需要特别当心的 所以近期对于CCLO的股价来说 目前仍将呈现一种防守的状态 那明天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美国的ISM制造业PMI指数 同时还可以留意一下银件支出 职位空缺数 还有就是美国石油学会即将公布的API原油库存 而在央行方面 明天有多位美联储官员都会发表讲话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包括了像博斯蒂克 巴尔金 科林斯 以及美联储理事 莉莎库克 都会在明天发表讲话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在原油市场方面 明天也可以关注一下欧佩克的阅读会议 这对于接下去的原油产量也会带来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 Seeking Alpha和FX68达成合作 为我们的观众提供专属的折扣优惠 想要掌握投资成功的密钥 可以通过扫描图中的二维码 加入Seeking Alpha的Premium和AlphaPix的服务 为您解锁无尽的财富可能性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进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68的节目 更多资讯的请在苹果商店 或者Google Play商店下载FX68财经APP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